美国白宫发出警告 俄罗斯在乌克兰边界驻守的12万大军 很可能随时发动攻击入侵乌克兰 而近日俄罗斯部队不断的操演 还跟白俄罗斯进行联合军演 明显就是在向西方国家示威 乌克兰目前三面受敌 英美两国提供大量的武器支援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将再跟俄罗斯外长会谈 企图能够化解乌俄一触即发的冲突 俄罗斯在乌克兰边界驻守的12万大军 随时都有可能发动攻击 入侵乌克兰 美国白宫发出警告 俄罗斯近期军事演练不断 17号又举行了城市战术演练 模拟进入住宅区的攻防行动 俄罗斯还找来帮手撞身士 与白俄罗斯进行联合军演 两军在冰雪中火力全开 此举不只是恫吓乌克兰 也是在向西方国家示威 乌克兰三面受敌 北边有可供乌克兰借道入侵的白俄罗斯 东部边界有俄罗斯12万大军威胁 南边的克里米亚还有挺恶反抗军势力蠢蠢欲动 乌克兰边界地区的居民整天都听得到炮弹声 他们也感受到了战争正在逼近 乌克兰近期也频繁操演军力 政府最新公布的影片中 士兵们拿着美国提供的反坦克武器 摧毁目标战车 另外英国政府承诺提供的武器 周一也运抵了乌克兰 西方国家希望透过外交化解冲突 与俄罗斯的协商会议也正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 前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就警告 前往不要相信俄罗斯总统普钦 继美俄与北约三方会谈陷入僵局后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再次前往日内瓦 与俄罗斯外长面对面交涉 布林肯在与俄罗斯外长会面之前 会先造访乌克兰 与总统泽伦斯基会面表达美国的力挺 随后他将再前往德国与盟友确立对俄的立场 德国外交部长稍早也警告俄罗斯 要为侵略付出沉重代价 美国也特别点名警告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不要以联合军演为掩护 让俄军借到白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白俄的国会将在2月举行修宪表决 允许俄国的军队和核武进驻白俄罗斯 这项修宪案要是通过 乌尔战争风险势必再升级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